蕭敬年之前 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沒有提到柯的事情 有嘛 提到說柯文哲 接觸國民黨小雞的事情 這個時候對於朱立倫來講 你踩到我紅線一次了 那個時候蕭敬年第二次 是等於說在講郭台銘的時候 說他是政治界乃哥 那你既然柯文哲跟郭台銘 如果對朱立倫的執政大聯盟來講 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員的話 不能罵 是嘛 所以兩次等於對朱立倫來講 你都踩到我的紅線了 所以我問你一件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被請辭或主動請辭 兩個都不意外啊 捍衛侯友宜 幫侯友宜講話的人 被你警告 然後去幫柯文哲 跟柯文哲暗渡陳昌 在那邊眉來眼去 搞精神外遇的人 沒事 這樣子你叫國民黨的 不要講這些小金 你叫國民黨的黨員跟支持者 請問他們真的無所適從 是要學羅志強 學徐小新 還是要學蕭敬年 還是通通都不管 這樣裡面是不能說真話了嗎 我們叫清皇 因為現在本來說 國民黨發言人蕭敬年 之前上我們節目來爆料說 柯文哲 接觸很多藍營小雞 我覺得他也是好意 要把小雞口作惠 沒有想到他現在說 因為黨高層 可能對他的言論不是很滿意 讓蕭敬年深感說不如歸去 到底是被離職 被請辭 還是自己主動請辭呢 現在國民黨說 相關人事是正常的人事調動 感覺起來是國民黨出手了 其實蕭敬年的事情 就反映出國民黨 現在矛盾的狀況 什麼叫國民黨矛盾的狀況 來我們先看兩個事實 第一個是你可以看到 對於國民黨黨內來講 現在看到郭台銘 來跟國民黨的小雞同台的時候 請問國民黨現在態度是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現在看到只要 郭台銘跟國民黨小雞 如果同台的話 對於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對於金普聰老師來講 他一定覺得這個有問題 你們身為國民黨 你要唯一支持侯友宜 因為你看金傑哥沒事 他就有事 對 我就說這反映出 國民黨的矛盾 就是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 跟國民黨黨中央兩邊路線不一樣 什麼叫路線不一樣 對侯友宜來講 你們是國民黨的黨員 你們要唯一支持侯友宜 國民黨只要想選立委的 你當然就只能夠跟侯友宜同台 你怎麼可以跟郭台銘同框 甚至你怎麼可以跟柯文哲同框 因為連跟柯文哲之間 都有房科條款存在了 所以跟郭台銘跟柯文哲之間 你們都不應該同框 所以你也看到侯友宜 競選辦公室的態度是什麼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跟金普聰的策略 就是要走兼幣親野的策略 他們跟郭台銘跟柯文哲 你只要是要選總統的 你是可能會選總統的 對於侯友宜來講 你們是國民黨小雞 就不能去跟他靠在一起 所以你看 今天連李德維都講這樣的話 只要郭台銘要選總統 未來郭台銘一點一點的事情 都會搬上檯面 這個話其實針對性就很強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過去郭台銘有些私事 也是上報導的 是不是 所以李德維講這個話 當然看起來潛在 就有這種威脅的口吻在裡面 那我只請問你一件事情 國民黨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有沒有人打柯 有吧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攻擊了 跟蔣萬安市政府之間 為了北流北溢的事情 有交鋒 那有交鋒的時候 國民黨的市議員 詹維元 不就有出來反擊柯文哲嗎 所以對於國民黨 看到的都是王欣宜 詹維元 都不是這些其他的 要選的小雞們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 就是對於國民黨 對於侯友宜競選辦公室來講 他們的態度就是希望 跟柯之間要兼蔽親野 跟郭台銘之間要兼蔽親野 可是對於國民黨黨中央來講 狀況是什麼 朱立倫希望能夠藍白整合 他要所謂的執政大聯盟 那你要執政大聯盟 他希望把郭台銘跟柯文哲 都包進來 所以兩邊的態度 就是一個強烈的矛盾 那既然要包進來的話 那我問你 蕭敬元之前 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沒有提到柯的事情 有嘛 提到說柯文哲 接觸國民黨小雞的事情 這個時候 對於朱立倫來講 你踩到我紅線一次了 那那個時候蕭敬元第二次呢 是等於說在講郭台銘的時候 說他是政治界乃哥 那你既然柯文哲跟郭台銘 如果對朱立倫的執政大聯盟來講 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員的話 不能罵 是嘛 所以兩次等於對朱立倫來講 你都踩到我的紅線了嘛 那所以我問你一件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被請辭或主動請辭 兩個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兩邊的路線看起來 就是往分手之路在走 他的路線看起來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蕭敬元 反而走的路 比較像是誰要的路 他比較像是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跟金普通要的路 所以蕭敬元的策略跟誰一樣 他反而跟金普通跟侯友宜 是一致的 但是他反而跟朱立倫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兩邊的矛盾跟路線不一樣 就自然存在了嘛 那既然矛盾存在的話 那不管他是請辭跟被請辭 看起來那個都是一定的方向嘛 所以這時候反而是要回到 要問國民黨自己裡面來了 你要做什麼路線 是你現在到底要什麼路線 你到底是要金普通的路線為主 就是剛剛鄭浩講的 挺起胸膛倒下去 你要金普通路線為主 還是你要走朱立倫的路線 我也不能罵 你走了朱立倫的路線 你就有可能傷害到侯友宜的選情嘛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自己的民調拉不起來 侯友宜的民調比較低 即便國民黨一直說 他選期已經穩定了 看起來穩健向上 但是國民黨的小機 顯然對這件事情 買單的有限嘛 信心有限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會造就國民黨現在 到底要顧立委選情 還是要顧侯友宜選情 兩邊出現矛盾的狀況 所以反而是從蕭敬妍的事件 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這個矛盾的本身 看起來沒有解決嘛 好 所以請教晃哥 那國民黨矛盾沒有解決 侯友宜自己要站起來 昨天不是跟小機這個便當會嗎 賴斯堡喊話說 不要吃碗內看碗外 但碗內這一碗飯沒有給我吃啊 我要怎麼吃呢 好 羅志強呢 也有去便當會啦 但是跟金普通兩個人也說什麼 滿冷漠互動的嘛 那轉身呢就上了這個 蔡政人的節目說 我跟柯文哲兩個人合作的情況還不錯 怎麼轉身又在講柯文哲好話 所以這沒關係嗎 所以我覺得 該被開除的應該不是蕭敬妍 怎麼大家都在講 不是侯友宜人的好話 對 我們在同台這麼多 國民黨的朋友裡面 蕭敬妍算是 蠻幫侯友宜講話的 而且他罵郭台銘 其實罵得算兇 所以他這樣被剝奪 發言人的職務 你不覺得這個黨有點奇怪嗎 反而昨天那便當會 我送他一個字叫做假 很假的啦 明明大家是貌合神禮 然後出來還要裝作 你看每一個受訪的人 因為他便當會沒有開放 對 每一個出來受訪的人都跟你講說 裡面非常融洽 你覺得裡面融洽得起來嗎 你覺得羅志強跟金普通可以有說有笑嗎 會消化不良耶 對啊 那你覺得侯友宜不會問徐小青說 那個北流你們為什麼都不跟著打啊 你們都為什麼跟著柯文哲去打負債的問題 跟著去打前鎮魚趕還翻車 所以我覺得昨天那場餐會當然形勢上一定要做啦 那特別請金普通去押正嘛 因為金普通其實很少參加這場餐會 那昨天去就是要他押正 因為侯友宜押不住正腳 但是這一場餐會能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認為還是沒辦法 羅志強不是這個最好的案例嗎 前腳吃完便當可能便當真的不好吃 所以他後腳去訪問 他說喔沒有喔 我跟柯文哲合作的還不錯 那你請問 這樣夠不夠成要被開除 或者是說要被警告好了 我們不要講開除什麼 夠不夠成要被警告 就朱立倫今天的想法跟侯伴的想法 我認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我之前講過 朱立倫我只要顧好立委選舉叫 侯友宜有沒有當選不關我的事 要不然來講 朱立倫手上對付羅志強 對付許曉心的方法很多 羅志強你再不聽話 反正11月才登記 我會改提名中佩軍 你覺得中佩軍會不會很感謝朱立倫 會啊 而且會全力捍衛侯友宜 許曉心不聽話 叫費鴻太回來選 反正沒有登記錢都可以換人 那你覺得費鴻太 會不會全力捍衛侯友宜 當然會嘛 問題是朱立倫你做不做 你不做啊 我講的這兩個選區 不是說我在講差話 你換成中佩軍換成費鴻太 其實勝算有差嗎 對國民黨來講勝算有差嗎 我覺得差別不大 因為這兩個都比較深藍的選區 所以今天朱立倫 你敢不敢做 結果你去砍蕭敬妍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捍衛侯友宜 幫侯友宜講話的人 被你警告 然後去幫柯文哲跟柯文哲 暗渡陳昌在那邊眉來眼去 搞精神外遇的人 沒事 你覺得侯友宜民調會高嗎 侯友宜拼命往中南部跑 都真的在浪費時間 你覺得這樣侯友宜民調會高嗎 你們黨內防科條款都出來 可是羅志強有在甩你嗎 沒有我跟柯文哲合作滿愉快 然後前幾天柯文哲不是在講嗎 像羅志強去查聽這個 我們平常理念相近 所以我不會提名人 那種隔空對價的那種感覺 就隔空在 有點像我們以前客家人 早期客家人採查的時候唱三歌 一個男的跟女的對唱 利用歌聲在傳達情意 對 柯文哲跟羅志強 就是在傳情耶 朱立倫你不吃醋嗎 你不吃醋嗎 我覺得你的度量真大 然後把一個對黨 雖然對你們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相對非常捍衛他非常忠心的 蕭敬妍你去警告他 你靠於中國共產黨 所以中國共產黨他們的黨員 有違反黨紀叫做雙規嘛對不對 他這個只有單規啦 因為黨籍還在啦 就只有單規 那你覺得這樣子 你叫國民黨的 不要講這些小金 你叫國民黨的黨員跟支持者 請問他們真的無所適從耶 是要學羅志強學許小新 還是要學蕭敬妍 還是通通都不管了 好 不會啊 因為對主流人來講非律嘛 所以非律就要大團結嘛 但是